继组前有银行收紧佣金收入人士的案揭审批后,汇丰最新变商加安息兼削回赠,据息600万元以下细额贷款加息0.1里。 即由本月初全期H加1.4里调升至H加1.5里。 较5月初的H加1.3里侧累加0.2里。 借400万元月供多近396元。 现金回赠率亦由0.5%降至0.2。 有分析预期,在市场风险为纳转弱之制,相信其他银行将继续新批案揭及微调相关优惠。 市场消息指,汇丰上条新造案揭利率,其中100万元至600万元细额贷款。 按揭利率为H加1.5里。 现金回赠率为贷款额0.2。 600万元至2000万元按揭利率则为H加1.45里。 现金回赠率为贷款额0.5%至0.8。 而2000万元以上贷款,按揭利率则为H加1.4里。 现金回赠率为1%。 封顶利率为2.5里。 汇丰发言人表示,该行定期检视楼宇按揭息率, 现金回赠及其他优惠。 并根据市场情况作出调整。 汇丰600万元以下细额贷款加息0.1里。 以上个交易日一个月策息报约0.47里计。 新制下实际息率加至1.97里。 以每100万元贷款额计。 还款期30年。 加息后每月供款将多49元。 全期利息值多近1.79万元。 约以400万元贷款额计。 每月供多近200元。 全期利息多近7.15万元。 约以上月初案揭计划H加1.3里作比较。 每100万元贷款额计。 还款期30年。 新制下每月供款将多99元。 全期利息多近3.56万元。 约以400万元贷款额计。 新制下每月供多近396元。 全期利息多近14.25万元。 中原案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认为。 试次大行牵头调整案揭优惠。 主因面对经济疲弱。 息率下行等。 银行资金成本却未必能同步回落。 导致案揭利润减少。 银行正式差有收窄风险。 令银行对楼案取贷为保守。 或倾向上调案息。 削减优惠。 他又指。 大行牵头调整往往具指标性。 预料其他银行在当前环境或保险性将跟随大行做法。 不过黄美凤相信。 试次大行之楼案调整对楼市影响甚微。 他解释。 尽管银行上调8昌息。 但实际加幅仍相对轻微。 以大行今年对于新造案息加幅累计达0.15厘至0.2厘计。 但其实拆息下跌以令8昌息跌幅超于半厘。 抵消了银行加息幅度。 而调整后之8昌息现介乎1.92厘至1.97厘。 仍明显低于首季8昌息2.5厘水平。 经落案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同样认为。 在银行业资金成本相对边际利润及风险为纳转弱下。 其他银行有机会跟随收紧案揭优惠。 他指出。 环球经济不稳的形势下。 银行加强风险管理。 加上现时处于低息环境。 银行按揭业务在资金成本仍然高企。 但利润低微下。 料银行未来将继续谨慎审批案揭及微调相关优惠。 曹德明又指。 虽然银行收紧案揭息率及优惠。 但现时拆息一直低企。 以一个月拆息0.47尼及H加1.5尼计。 实际按释教风顶息率2.5尼仍低约53点指。 他预期未来资金持续留日本港下。 港元拆息仍有下调空间。 因此就算银行继续微调安揭息率下。 料暂时对公楼人士未有造成太大影响。 感谢观看。